HELLO TAIL們 這個週末要玩什麼呢? 你剛剛想介紹一款我自己很喜歡 而且在Steam獲得壓倒性好評的遊戲 長旦辯駁 希望學員與絕望高中生 這是一款非常歷史久遠的作品 從2010年底以PSP遊戲的形式出道 它引起廣泛好評的原因 使它的遊戲方式非常特別 結合推理 射擊 還有音樂節奏 遊玩形式非常非一所思 但這麼有趣的製作方式 跟不用錢一樣的黃金配音陣容 一定要玩玩看 在槍彈面駁中 玩家將扮演超高中級的幸運兒苗木成 與一群各自擁有特殊才能的高中生 進入希望學員就讀 不過這所高中完全不是他們想像中的學校 這群高中生被關在校園中 與外界完全斷絕聯絡 唯一的脫逃方式就是殺人 只要殺了人 並逃過所有人的班級審判 就能離開學校 但事情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在校長黑白熊的挑釁跟玩弄之下 主角苗木成與其他高中生 不斷面臨殺人事件 玩家需要以對話形式推進劇情 並推理解開殺人案件 咦?那不是純推理遊戲嗎? 射擊的部分在哪裡呢? 其實在發生殺人案件之後 不管是調查案發現場 或是與其他角色對話時 都會收集到稱為炎彈的證據 當劇情推進到一定狀態 校長黑白熊會召開班級審判 讓每個人在審判中發言 發言會在空中飛來飛去 玩家如果發現錯誤言論或有弱點的言論 就立刻用恰當的炎彈射擊言論 是不是非常離奇的玩法呢? 我第一次聽朋友介紹時 根本就覺得他在亂講話 結果自己玩真的是這樣啊 咦?現在有推理有射擊 那節奏遊戲在哪? 當玩家使用炎彈攻破審判的弱點言論 真相見見水落石出之後 真正的兇手可沒有這麼簡單屈服 當進入機關槍捨戰時 玩家需要配合節奏 按出指定的按鍵 手如果彈一點 沒差到正確節奏 可是會輸的呀 這樣槍彈面膜相當神經的遊戲方式 推理、射擊、加上節奏 就三位一體到齊啦 蜜甘自己喜歡槍彈面膜 除了因為玩法前所未見之外 裡面角色黑白熊是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聲音非常有特色 個性的電機又難以捉摸 而且據說結局還驚人的意外 我是還沒玩到結局啦 因為劇情鋪唇其實蠻細膩的 有些關鍵線索藏在很無聊的對話之中 一旦不小心忽略就會摸索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 另外槍彈面膜的2.5滴美術設計也很有特色 殺人冒出的血是粉紅色的很清爽我喜歡 發便當超爽快我也喜歡 槍彈面膜獲得壓倒性的好評不是隨便來的喔 現在呢他已經在PlayStation全屏開發售 有PC版甚至連VR都有喔 玩過喜歡的話還有外傳 絕對絕望少女等你玩喔 那我們下周再見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訂閱點他少女頻道 還要給我們一個like鼓勵鼓勵喔 更棒的呢 可不可以幫我們上CC字幕呢 謝謝他有啦